这里是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接下来嘉明哥你推荐的是 其实我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选手 今天这一期真的是不同的风情 我们是跟随着我们选手的歌和舞 走遍神州大地 接下来这一组选手 带我们去他的家乡看一看 他们的家乡在美丽的甘肃 掌声有请 花儿鸳鸯组合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 杨凯哥好 不用问了 应该是刚刚结婚对吧 对 我们是来自甘肃和镇的一对小夫妻 我们叫花儿鸳鸯组合 真的是小两口 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 演出服 现在也是这样的 我结婚就穿这套 结婚多久了 结婚有三年多了 三年的时间 是结婚前就开始搭档了 还是婚后 我们是在结婚前就开始搭档 然后彼此才有感觉结婚了一切 二位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没有仔细听他们的名字吧 你们的组合名字再说一遍 花儿鸳鸯组合 花儿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西北的花儿 但是我们这个花儿呢 它跟你们说的那个花儿朵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花儿呢 它是流传于我们大西北的一种名歌 它是主要以情歌为主 它是以现场的这种细性发挥 进行编词 咱可以先来一个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大家比较熟的旋律 可以可以 咱们来一段好不好 那我们就唱一段那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 嘎妹妹的大门上浪三趟 好 大咪咱们这个大门上浪三趟 心儿里跳的黄呀 想看那个大咪咪的起步 咱咱咱们这一耳朵 山大湖花开呀 咱们这心探者 咱们这一耳朵 咱们这一耳朵 爱神色不分开呀 此天咱们这三趟 咱们看你 咱咱们这一耳朵 咱咱们这一耳朵 咱们这一耳朵 大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对对 而是他们俩都是传承人的 对 我们是县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你们俩是一代吗 传承人 对 是的 那你们是从小 开始学唱花儿吗 对对对 几岁开始学 我是从十一岁开始学的 我是从十三岁开始学唱花儿 我们是来自那个 花儿之乡 河镇 松明岩是花儿的传承基地 对 然后那个每年的这个农历的 四月二十六到二十八呢 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花儿会 在就是花儿会的期间呢 这些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们 他们会放下手头忙了一年的 这个农活 他们会 所有人都会上山 对歌唱花儿 那这个对歌是不是意味着 有一些即兴的内容在里面 对对对对 它这个词全都是即兴的 那你比如说你们两口 可不可以今天就在我们黄金舞台 有没有围绕我们 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 咱们现场来两句 这之前我不知道啊 可以可以 好的 谢谢 不错 说来就来啊 而且还唱我们口号了是吧 对对对 刚才你介绍到了这个松明岩 现在是我们的花儿的传承基地 而且每年的花儿会是很热闹的 对吧 对 我们请全国观众我们一起来分享 对 这个是油菜花 也是核真线也是油菜花的基地 也是油菜花基地 对对对 很漂亮啊 这是 这是我们的松明岩 这是我们的松明岩 对 太美了 这个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花儿会的这个 花儿会 对对对 人特别多 看着图片呀 嗯 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富氧离子 没错啊 自然反对之 好 好 我们期待着花儿鸳鸯组合来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总会发光 请转身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黄金一百年转身 嘘啦啦啦 嘟啦啦啦 嘟啦啦啦啦 嘟啦啦啦啦 别扁呀 雪面手 别来妈妈呀 哎 二个世感 你是哦呦 少女家叫尤语 挑战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祝贺你们唱得非常好 也希望你们继续将 《花儿》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票数 好吧 请看大屏幕 一颗小爱心送给你们 谢谢 126票 祝贺